100秒神经事大功 200秒神经事大功 明天, 雞蛋 一份饭 一份饭 太多工夫 一些饭 水 不给你 三 二 一 开始加班了 小巧可以外出鞋带 很适合住酒店 或者不方便洗澡的时候用哦 你们洗脸洗手的时候 有没有袖口常常被打湿 黏糊糊湿答答的 真的好难受 可以戴上这种 洗脸防湿小袖套 太有弹性 戴在手上就能拦截 滑落的水珠子 流下来的水都被小袖套 吸走了 就不会担心袖子被打湿啦 之前给你们说的 采血针清闭口很绝 我又发现了 更好用的针灸针 因为它更细 扎的时候 创口更小 也不太疼 平时拿取化妆棉 还是这样抓住了吗 自从我买了自动化妆棉盒 每轻轻按压一下 就会出来一小张 这样更卫生 不会污染到其他的化妆棉 而且补充的时候 也很方便哦 姐妹们如果脖子 不认真护理的话 就很容易担心了 普通的颈膜油很容易掉 我买了这种颈膜固定带 上面是这种凝胶的 可以涂上颈霜直接敷 帮助吸收 也可以用敷完脸的面膜 贴在脖子上 把它固定粘贴好 这样多余的精华 被脖子吸收了还不浪费 我每次洗完澡 都有两大烦心事 一个是刚换上的衣服 就被湿漉漉的头发打湿 所以我现在都喜欢 用这种斗篷浴巾 吸水性特别好用 它先擦干 然后它可以直接穿在身上 这个时候再开始呼呼吹头 就不担心换洗衣服被打湿啦 还有个猩猩小果袋 可以装手机特别方便 第二个让人烦恼 就是出狱后 湿大大的低迷 而招大着各种掉落的头发 好脏呀 而且普通的拖把头发也拖不走 哦 我就买了这种带经典的拖把 真的超好用 它是这种佳容的一次性拖布 地面上的毛发呀 灰尘呀 污渍呀 通通都可以被吸上去 除了干拖布 还搭配这种自带清洁液的湿拖布 不仅仅是浴室 家里的厨房 高处的地方 用它擦一擦 真的一会儿就干净了 关键是用完了 直接一撕 不用洗拖把真的太爽了 两人解放双手啦 我发现普通的发带 有时候拦不住小碎发 而且还容易把头发压出痕迹 好难看 就买了这种遗忘一样的发带 它弹率真的超级大 而且能把周边的小碎发都包裹住 也不闷热挺透气的 关键是取下来头发 不得有湿湿的印子绝好用 然后这两个按摩小绳器 是我特别喜欢的 这个小奶奶的按摩板 抽出来有两个部分 这个带凹槽的去挖一挂下颗线 做做提拉 去去服装 感觉有点厉害 而另一头可以搭配眼霜 冰冰凉凉的 用它按摩眼睛周围很舒服 而且这种带瓷细的收起来也很方便 这种小中有好用的东西 柜姐都不想告诉你 发生春天了 就要穿单鞋和凉鞋了 脚后跟我也得顾理起来 我会用这种神奇的护竹腕 涂上竹状或身体乳再穿上它 既然更好吸收脚后跟就会变得嫩嫩的 吸入手了一个超大的粉铺 软乎乎的 它真的和脸一样大 可以用它铺爽身粉 也可以定妆 几秒就能搞定了 搭配这个粉饼使用起来 效果特别惊喜 它是我偶然被化妆师纵草的 粉真的很细 用它定妆感觉皮肤就上了一层油光滤镜 尤其是和清头的绿茶妆 夏天的时候用它很能防汗 妆容就能被牢牢的汗在脸上 但是脸上呢又不会干干的 然后壳子里面还带了个小镜子 我外出用它补妆就很方便了 如果嘴巴干裂 涂什么口红都不会好看了 买了这种唇部保鲜膜 平时在嘴巴上涂一层厚厚的凡士林 再把唇形保鲜膜贴在上面 为一会儿取刷来 唇部它们变得嫩嫩滑滑的哦 大家刷牙有没有偷懒只刷到前面 我找到这种一共有六面的牙刷 它能够全方位把牙齿的前面 后面和底部 像U型一样的包裹住 这样刷牙就没有死角 而且更加省时省力哦 但是光刷牙还是不够的 食物馋杂最爱躲在牙齿分析之间 不清理它就会发烂发臭 所以我一定会使用冲牙器 我买的这个有两个模式 九挡可以自由切换 牙齿比较敏感 就慢慢的加挡位才不会痛 冲得很舒服也很干净 喷头也可以360度旋转 居然还搭配了这种精华水 加进之后冲牙系的水珠更能去自 牙齿能变白白 还有不淡淡的白糖芸花香 关键是平时收起来也很小 外面携带哦 然后是你们玩了我很久的沐浴露 就是你们之前喜欢的身体冷霜它家的 它这种桂花的香味越溶越上头 是那种很纯很清新的好闻 不仅仅是香 而且泡泡也很细腻 有一种洗面奶在洗身体的感觉 我猜里面可能添加了那种不自由 洗完后身体就像婴儿般嫩滑 走路都可以带着桂花的香气 稳稳的奶捏住了我 眼看着天气热了 但小鲜女绝不能忍受于拖鞋又一苦味 之前我一直在用这种罐状的脱脚品 最近买了这种小罐的便携装 扭一扭打开再在鞋子里面撒一点 这样脚脚就不容易出汗 也不会闷得痒痒的 差不多连着用了一周真的很管用 鞋子里面很干爽 脚脚也不那么臭了 还可以在拖鞋上面撒一点防止异味哦 每周呢我还会给皮肤做个大扫除 这种清洁泥膜就像吸尘器一样 里面有三种吸附泥土的附配成分 带着毛孔里的脏东西 而且里面有大花可可树脂纸 所以不会干干的不会很紧绷 好喜欢这种冰淇淋质地的 敷上去刷个视频等个20分钟 清洗后就感觉整个脸都透亮透亮的 毛孔都呼吸了起来好清爽 这个是我每次出差避戴的迷迷化妆刷 它有两头打开透明盖子 一头是散粉刷 毛指也软乎乎的 另一头有三个不同的小刷子 可以花眼影来高光之类的 而且收起来的时候往中间一拉 这种设计就不够要到刷毛 真的非常小巧便携 携带它一点也不占位置 还先入手了一个美人鱼影型眼镜盒 壳子不灵不灵的很小很好看 出差这一格放的是小镊子 再下面拉开放眼镜眼镜 上面还有个小镜子 大家千万别去尝试 吸止它对保垫很危险 而且这种褶皱的部分其实很伤毛铃片 但这种隔热贴就非常好用了 把它沾在甲板上 涂上发膜让它加热 温度刚刚好而且操作很顺滑 用完后的效果 真的不亚于去理发店做一次头发护理 而它可不是普通的棉签哦 里面是装有这种点符的 遇到小伤口的时候轻轻把它一掰 点符就会自动留下棉签口 用它消毒很方便 而且独立包装的很卫生 作为精致女生 我出门都会戴上这个美美贴 衣服上稍不注意就会粘到很多毛饭 把美美贴翻开再让它粘一粘 衣服上就干干净净了 而且还可以冲洗反复利用 包包一片非常好携带 还想知道更多好物呢 就关注小可爱吧